在刚刚过去的土团党代表大会中 那副主席阿杜拉西公然代表党级层领袖 要求政府给contract 那话是说到很白 他们在土团党啊也是要康头的 康头就是拿contract 那有contract就有钱 有钱就可以照顾下面那些小的 没有水就不能行船嘛 那下面呢没有康头 下届大选就很难赢 看来就算在土团党内也还是有巫统的DNA啊 过去几十年来 巫统由上到下 就是由这样的一条利益链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但西蒙是打着打击贪污的旗号上台的 那选民啊就是对巫统马化那种 上上下下拿康头的做法 忍无可忍才把他们轰下台的 现在西蒙的人竟然也公然这样提出要求 真的叫人情何以堪呢 那上个星期说了这话之后 首次亮相的阿杜拉西 昨天在吉兰丹还是向媒体坚持他的这个立场 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他说啊 他只不过是反映很多区部主席 还有支部主席的立场而已 阿杜拉西的公然拿contract的言论啊 被党内新生弹领袖抨击之后 他指出他不过是说出了 全国各区部还有支部主席的新生 因为很多基层领袖向他诉苦 没有足够资金在各自的地区推行活动 那阿杜拉西公开说出要有控制的言论之后 虽然被轰 但还是觉得自己的这番话并没有错 而最让人心痛的是 在阿杜拉西说这番话的时候 其他中央代表的反应 在场的很多代表 都是站起来鼓掌 表示啊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 大家看当时候的这个画面 阿杜拉西一句 所有区部主席都应该货班计划 一说出口之后啊 台下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中央代表们 你看是站起来鼓掌 欢呼的 现场的气氛啊 简直就是陷入沸腾 那他们在要传达的就是啊 这是他们的心声 这样的一个画面 或者这样的一个场面 其实带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那就是啊 拿contract这种前朝政府的陋习 不只是阿杜拉西 或者是少部分人的想法 那这个画面告诉了大家 土团党大部分代表身上 都带着浓浓的巫统DNA 整个党啊 是充斥着要走捷径 直接伸手要康头的陋习 那为什么土团党的基层 不可以靠自己去筹募资金 去搞党务呢 西蒙的几个蒙党 比如说像行动党 那这个当了60年的反对党 他们是怎么筹募资金的呢 靠筹款晚宴啊 华人社会里头应该非常熟悉了 在晚会上 他们的领袖由上之下 都是拿着一个麦楼桶啊 一桌一桌的去筹款的 要不然就像斗争了20年的公正党那样 学习怎么透过售卖周边产品 像烈火墨西月饼啦之类的来筹募资金 而不是走捷径 直接伸手跟政府拿contract 那所以首相马哈迪的回应跟态度 现在也非常的重要哦 为了避免土团党走回巫统的旧路 让贪巫文化在土团党内滋生 马哈迪必须要立场坚决的禁止党员 透过政治管道去拿抗头 如果他一直抨击纳吉时代 Casius King的做法 荼毒了马来人的话 那现在就更不应该 在自己领导的党内 出现这种捞咖文化 像阿杜拉西这种理直气壮 要contract的领袖绝对不应该留下来 更不要说给他担任 西门选举改革委员会的主席了 那土团党必须认真地看待 这种公然说 要求政府给contract的言论 因为这个是公然要求贪污的行为 你不能带着 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decir订阅 表明翻译 跇点赞 卡